好另外继续在关心县议员 胡仁顺在县政总质询的时候 是针对左仓公墓迁葬问题一事 向县长徐真卫 以及县府的民政处长明良真提出了质询 那胡仁顺表示呢 从民国77年到112年历经了35年 那么左仓公墓仍然有BC区 还没有迁葬完成 那么迁葬速度是非常的慢 并且公墓周边的私人坟墓乱象 也急需要来解决 定期大会县政总质询 胡仁顺议员则是针对左仓公墓迁葬问题 向县长徐真卫 以及县府民政处提出质询 并指出历经了35年 左仓公墓仍有BC区尚未迁葬完成 而迁葬的速度极为缓慢 而公墓周边私人坟墓乱象也亟待解决 我为什么会讲这一题 我想过去十几年间 县府毫无想要去了解我们整个左仓公墓过去的历史 跟所有的结构过程的产生 那其实我刚刚提到花莲市公所过去几年间都有查报给我们花莲县政府 那过去几年间我们花莲县政府也产遭审计部的纠正 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而且还不止纠正一次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就是针对花莲市的左仓公墓 这个私墓的部分 我们花莲县政府毫无作为的部分 遭到我们审计室来纠正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那当然在民国77年之后 左仓公墓经过我们都市计划的变更 已经变更为公园用地 那并且在91年107年 在第二次跟第三次的注视计划中 还是保留原来的这个公园用地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花莲市民 跟我们吉安乡民 这个共同的这个生活圈 南瓜了整个20万县民 未来油气的一个地点 我们也希望花莲县政府 能够来重视未来左仓公墓 B区跟西区的起决跟签障 跟禁塔的相关的这个进度 我们也希望花莲县政府 能够在我们殡葬自治条例里面 来订定多项的这个优惠措施 从起决挖掘到我们禁塔 都能够优惠给我们 现在正处在左仓公墓的这个目的上面的 这个家属 能够来加速签障的这个速度 也能够让我们花莲市跟吉安乡 未来的发展能够更好 目前所属左仓公墓 B区跟西区的部分 公墓的部分还有453座 那私人墓地的部分有1054座 我想私募的部分全责属我们花莲县政府 应该要来协助研议 来帮忙他们签障的这个部分 所以刚刚特别也提到 希望我们花莲县政府 未来在我们地方自治法的订定的时候 应该要纳入这些优惠的措施 让我们私募的这个地主 也能够尽速的来牵引 胡仁淑也表示 县府在民国77年 花莲都市计划第一次通判检讨时 将左仓公墓由坟墓用地 变更为公园用地 到现在历经了35年 左仓公墓仍然有BC区 尚未签障完成 签障速度极有很慢 而私人坟墓乱象更需要解决 第二个各乡镇的纳古墙的部分 你不要再跟我提其他的 我们Focus在左仓公墓 你们愿不愿意来编列宣议算 来支持左仓公墓快速的迁移 我要听这个就好 愿不愿意吗 过去我们花莲县政府 在财政不佳的状况下 就宁愿编列5000万的预算 现预算来做你们最重视的 香榭大道 分年分期来把香榭大道做好 这不是使用现预算吗 5000万多不多 今年这一次左仓公墓 总预算2亿 我没有叫你今年一定要编啊 你也可以分年分期嘛 展现我们花莲县政府的魄力 在我们今年财政健全之下 还有藤瑜 还可以还款 难道你们就不重视吗 记者凌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